第四十二章 一夜鱼龙舞八 马车穿过街道往苏府方向回去时 连外夜市依旧热闹 苏坛儿坐在车厢里侧的座位上 低头整理着一些纸张 单具之类的东西 装单具的小木盒就放在旁边 少女并腿而坐的姿态显得舒雅秀气 当然 比之三个小丫头又显得成熟很多 习惯了发好施令的人自有其气质 一面整理 他一面也在与宁毅说着话 这样子的话 明日上午还是得去爷爷那边请个安 切身便不出门了 相公的话 明早锻炼之后还请尽早回来 啊 对了 明早厨房那边准备的是相公爱吃的粉皮 今天上园 晚上其实就已经与老太公说过些话 不过有了清玉碗的事情 明天大帝又得去见见他 苏坛儿说完 忍不住又笑起来 呵呵 相公每次都是这样出人意料 太吓人了 这一个多月来与宁毅取得的初步谅解之后 他自然不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宁毅了 但今晚这词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初看时也愣了半晌 想着这古古怪怪的相公本领的底线究竟在哪 不过与宁毅碰面之后倒是没有表现出半点受惊讶的样子来 此时一边整理单句 一边轻声说话 态度安然 当然不去看宁毅而是静静地整理东西的这些小动作 也是他尽量不让自己有太多情绪波动的小方法罢了 如此一路回到苏府 穿过了一个个院子 苏坛儿还得往父亲那边去一趟 大概是为了晚上跟人谈妥的一些事情 转头与宁毅说道 相公这时还未睡吧 宁毅点点头 苏坛儿笑道 待会儿回来 有些东西给相公 什么呀 卖个关子 要与苏伯庸说的事情大概不多 不一会儿站在二楼走廊上吹风的宁毅 便能远远地看见苏坛儿一行人打着灯笼 从那边院子里出来 隔得远了 人影显得小 灯笼的光芒偶尔消失在矮墙树后 随后又从拐角处出现 比较热闹的 大概要数稍东边一点的侧门 午夜时分 车马都从那边回来 灯光汇聚在那儿 随后斑斑点点地往整个苏府的各处移动 小院倒还是如往昔般安静的 大方人丁不望 这一片也不热闹 又过一会儿 苏坛儿与三个丫头也都回来了 下方响起轻盈的脚步声 小蝉喳喳呼呼地自楼下跑步 表头看见宁翼 做了个眯着眼睛的包子脸 然后跑进小房间里烧热水 走上楼来的苏坛儿手上提了个包袱 轻轻地走到柱子一边 将包袱压在栏杆上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 那人却在灯火栏山处 他小声却又慢条丝里地念着 片刻后望了宁翼一眼才笑起来 小船说 相公在寻一个厉害的女刺客 是啊 可惜跟丢了 那相公 为什么还写在灯火栏山处 有什么办法 词只能这样写啊 总不好写什么 莫然回首 人不见了 这不押韵吗 女刺客跑掉了 它其实也蛮遗憾的 苏坛儿轻轻捂着嘴 她在包袱上笑得停不下来 随后才说道 有时听相公说些故事 便隐隐有些感觉了 相公莫非 真是向往那些绿林刃侠之事 倒不想当什么侠客 只是对那气功内功之类的事情 觉得有趣 宁毅倒也不掩饰 摇了摇头 随后指指楼下 咻地从下面跳到上面来 然后一拳能打穿一堵墙 听说有人能这样 所以觉得有趣 今天给小禅看见的女刺客 也很厉害 想必是真有这种本领的 突然间发力 不像普通人 苏坛儿点点头 妾身也听说过 只是这几年去外地时 有耿库院他们陪着 偶尔也听说一些绿林强人的事情 但相公说的这些 却不多 即便真是官府缉拿住的凶人 其实也不过是些三大五粗的汉子 凭得一股蛮力很劲 也有些听事道童之流 不过拿些符水戏法骗人 切身学过些 因此是不信的 真说什么内功真利 练了之后如仙人一般的 实在太少了 而且听说 就要从小练起 十数年才得建功 相公如今便是找到了 怕也有些晚了 说到后来 他又笑起来 看着宁毅的表情 些许兴灾乐祸 他是不听道听途说的性子 这种有趣的事情 他若有机会 也是要得到确切证实 才会死心 相公显然也不会听听 就作罢 对于那众里群他千百度 只当是相公当时寻人 兴之所致的联想 不再在意将话题转向其他 方才也听小禅说起 当时相公在那旧雨楼 除了薛静 崇华书介在 他当时是让相公不要推剧 展示一下才学 苏坦二是何等人物 一听小禅提起当时的情景 自然便明白了苏崇华的心思 这时候从宁毅的笑容中得到答案 倒也是偏过头 无奈地笑了起来 随后回头说道 相公的想法呢 嗯 相公若对那小书院没兴趣 切身明日便与崇华叔谈谈 相公若喜欢那小书院 切身明日便找爷爷去谈谈 玉山书院山掌是苏崇华 但其实一直有二叔苏仲刊隐形的管理 在苏家地位比较高 但一般人还是会认为 是倾向于二房多一点的地方 以往苏坦二自不会跟宁毅问起这些 但这时候如果宁毅真有兴趣 他倒也有把握 以宁毅一道将这里从爷爷那边要过来 宁毅笑着摇了摇头 随便交点书就行了 麻烦的事情多了受不了 你也知道 我平时不喜欢什么这样那样的邀约应酬 苏坦二点点头 那边与崇华叔说说了 其实说起来 崇华叔教孩子虽然不行 处理事情还是挺厉害的 他当山长 相公在那里也悠闲 啊 对了 这个是给相公的 啊 什么 一些衣帽斜袜 苏坦二说完 笑着转身往楼下去 宁毅到桌子上打开 倒也的确是一些衣服 鞋袜之类的 他拿起来看看 小禅在外面敲了敲门 随后捧着盛了热水的木盆 鬼鬼祟祟地进来 又将门关上 姑爷洗脸了 呀 小姐将衣服拿给你了 哼 宁毅走过去洗脸 小禅在旁边用手指捅捅她的背 姑爷 姑爷 小姐有跟你提起女刺客的事情吗 你跟小姐把什么事情都说了 啊 没有吗 宁毅洗了脸回过头 见小禅一脸暗自焦急的模样 才笑道 说过了 你又在想什么呢 姑爷 你想啊 如果小姐不跟你说 不是代表小姐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了吗 那小禅就不该说了 不过小禅早就知道的 小姐才不是这样的性子呢 不过 瞎子姑爷 你不要写这么让人误会的词句了啦 小张刚才犹豫了好久 就怕小姐误会了 可是 又不敢跟小姐 解释说姑爷跟那女刺客没有关系 写词应该也不是指她 如果解释了 小姐反而会多想 但要是不解释 小姐反而自己想过去了怎么办 然后呢 呀 小丫头在旁边好声纠结地 叽叽呱呱叽叽呱呱 宁易忍不住笑着 在她额头上弹了一下 就你想得多 小禅捂着额头 就是的嘛 当丫鬟呢 要把方王面面都想到才行 小丫头很聪明的 小丫头今晚 先是担心宁易 跑去找那女刺客受伤 后来为着这件事 说与不说 纠结一路 说完之后 又为着宁易跟苏坦儿的关系 开始纠结 这时候终于放下心来 小小地自夸一句 又问道 衣服 顾爷试了吗 没有 明天再试吧 不行 这全是小姐 为顾爷做的 啊 宁易愣了 看看那衣服 布料好像几个月前就见过 小姐几个月前就开始做了 去年六月的新布料 那时小长还替姑爷量尺码呢 因为小姐说 每年得给姑爷做两摊衣衫才行 不过 小姐常常有事 做的也不快 断断续续断续续的 原本说 过年时给姑爷做 结果 前两天改了改内衬 就到了上园了 做了两三套的呀 宁易指了指旁边的衣柜 哦 那是让府里的支娘做的 有一套是小长跟娟儿 馅儿姐做的 这一套是小姐亲手做的 对了 姑爷坐下 试试鞋子 宁易笑笑 看看那长袍 小长蹲在那儿 给她换鞋 小声说道 姑爷 姑爷会不会一直记着 小姐在沉浸那天 走掉了 你又在想什么呢 没有啊 其实小长觉着 小姐是很好的 虽然 虽然那次走掉 对姑爷 是有一点点 是有一点点 不好了 不过 她那时候也不知道 姑爷你是什么样的人嘛 六月的时候很忙的 虽然是那样 她想好之后 也决定给姑爷做衣服 因为是一家人啊 她说 既然她已经是姑爷的妻子 每年亲手为姑爷 分做两套衣服鞋外 总是要的 其实 小姐的真功 不算太好的 我跟娟儿 欣儿姐的女红 也不是很好啦 屋苑那件衣服 有些地方 是请知娘代工的 但小姐没有 有时候 还装作很不经心地 跟府里 和店里的 知娘说事情 然后问一些诀窍 因为小姐 不想让人说闲话啊 娟儿跟姓儿姐 说起来 让人觉知好有趣 所以 一直做了半年多 这些东西 才做好 宁毅笑了起来 看看那衣服 随后 看着蹲在那儿的 小缠好一会儿 伸手 没好气地 弄乱了她的头 你呀 就一直在我面前 说你家小姐的好话吧 这次 小缠倒没有躲 抬起头来 可爱 而又自信地笑了 因为小姐 真的很好啊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帮姑爷 把衣服收起来 叶生了 天课之后 小缠也从房间里离开 宁毅在房间里 看了几页书 起身推开窗户时 对面的房间窗户里 灯火还在亮着 苏坦尔的身影 正在那儿埋头整理 单据账册 写着些东西 和影子窗户上映出来 专注而认真 年头年尾 正是商户最忙的时候 这情形 大抵还要持续好一阵